人气质量一年比一年高 哪哪都好 唯一不好的就是买不到票 本来能买到票是件高兴的事情 可偏偏粉丝遇到这种事情 真是让人揪心 林俊杰下个月 要在香港洪馆开演唱会 一位歌迷排队购票 时早两名南亚裔砍伤 疑似是黄牛所为 大家知道洪馆的黄牛一向很猖狂 现在这位歌迷已住院了 不得不说林俊杰的歌迷真的很好 很少跟别家粉丝撕逼 素质较高 粉丝菜间也很有爱 因为这件事 歌迷纷纷留言关心 句句让人感动 一 将将将啦啦啦216 4号刚刚结束的天津演唱会 秩序很好 安排有序 抢票也很困难 林俊杰为了保证歌迷抢票 做了很多抵制黄牛的工作 却还是逃不过没素质的人 希望南亚那边政府部门紧快解决 还歌迷一个公道和异常演唱会 娱乐圈八姑 林俊杰歌迷排队被袭击竟然这么嚣张 希望香港相关部门可以加强打击这些违法乱纪分子 希望歌迷朋友真的要注意安全 3000年以后在江南遇见你 希望所有去听JJ演唱会的人都平平安安 特别是上一次成都演唱会 一位歌迷在回去的路上被逆行的车撞到 送到医院抢救无效 最终离开了我们 林俊杰转发了此微博 表示十分痛心 林俊杰初到以来 用自己动听的歌声和正能量影响了很多人 正是因为有这样的故乡 才有这样的歌迷 失拳而大天呢 一直在为这个妹妹担心 怎么会这样 当时我们几个歌迷 一直守在旁边等救护车和警车 后来120来了 医生当场抢救 怎么会是这样的结果 司机抓到了吗 司机车牌穿A988 B白色标志越野车 竟忙人肉的 太气愤了 肇事逃逸 还把人从飞机动车倒 拖到人行道不显眼的位置 绝对是旧驾 拖延时间 李小绿努力成长 李大绿 大家放心吧 我已经跟他朋友联系过了 有什么法律问题 我会尽自己最大的努力 给他们提供帮助的 LFDG一路走好 带着昨晚最后 听到的歌声在另一个世界 好好生活 终于你可以自己尽 敬得喜欢的自己喜欢的人 没有人打扰 也没有病痛 来说我们还是 JM还是一家人 林俊杰最近的天津演唱会上说 初到15年 有时候也会迷失 无主 甚至有时候自己的私生活 被拿出来讨论 甚至被扭曲 都曾让我感觉到窒息 甚至想逃离这个世界 与世隔绝 但我发现我真正的快乐 是建立在我的音乐 和跟我在音乐世界里的家人和朋友 所以只要有你们 有音乐 我继续 大家喜欢林俊杰吗 对于黄牛的行为 你怎么看 如果喜欢这篇文章 欢迎大家评论分享 你的关注是对小编最大的认可 希望今后给大家带来更多优质好文 感谢大家阅读 欢迎订阅我的观看